大家好 很久不見了 各位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米奇 試完 Chris在前幾天 挑戰第二勝的筷子 路失敗了 所以今天 他打算去操一操車 令到自己的實力 可以提升一點點 再去挑戰 今天就來 帶大家一起來看看 Chris哥哥 平時是怎樣修煉 雖然說是 看看平時怎樣修煉 不過Chris就表示 現在就多數是休閒踩的 很少會去操車或者修煉 我們今天要去的修煉之地 就是幽景里 現在就沿著套路趕的單車 正在踩著幽景里 有位非常好的藍色衣的車手 在大頭破緊風 而且非常有組織性 看得出並不是等閒之輩 非常好 這位藍色衣的車手 就差不多大到落尾了 Chris一會兒就會在中間位 轉入休景里 平時修煉 首先要有沒有什麼需要準備 基本上都是沒有什麼需要準備 下日炎炎就多帶點水就可以了 有時就 如果想要踩得很久 可能要帶一點點的食物 不過Chris就沒有帶食物 只是帶了水 都要因應當日的情況 看看那天的身體狀況是怎樣 正所謂 要適可而止 如果硬來的話 就有機會弄傷身體 所以說 操車還操車 都要看回自己的體力 好了 嘩 這麼快就來到幽景里 準備上第一個圈 來到幽景里 要操車的話 Chris哥哥平時又是怎樣操車 那個神聖計劃是怎樣 首先來到要踩第一個圈才知道 為什麼呢 什麼原因呢 因為踩第一個圈 看看當日的體力 會不會特別容易累 有沒有邊緣肌肉 特別不舒服 看看今天的身體狀態很不好 先再決定 今天踩快一點 踩快一點 踩久一點 還是將要求降低一點 這樣 踩完第一個圈之後 就定計劃了 定計劃是怎樣呢 Chris 在這一天 就定了至少是踩五個圈 就這樣定了 當然每一個人 定個圈數 都因人而異 除了操車 踩個圈數之外 其實還可以定立另外一些要求 一些目標 令到操起車上來 都可以更加有一個趣味性 沒有那麼悶 同時間 亦都可以提升一下自己的實力 如果有多些要求 而且恰當 可以令到自己踩上來 更加有效率 除了要踩五個圈之外 Chris還定立了兩個目標 這兩個目標 首先第一個 就是全程 頭那五個圈 都不可以跌下去 即是低過15 時速是不可以低過15 所以說不可以低過15 就不是說全程一定要保持15 如果你踩得快些 可以踩到16 17 18 都是沒問題的 總之 這個時速不可以跌下去 即是低過15 這樣 這個就只限於上車的時候 在幽景里 就好像現在的畫面有平路 在平路 Chris 就會當是休一休息 就會踩慢一點 下車也是當是休一休息 都不會特意去追餅 讓自己的腳放鬆一下 來到上車 就立即禮真 因應自己的要求 踩五個圈 五個圈裡面 時速是不可以跌低過15 當然 剛才說有兩個要求 第二個要求是什麼呢 第二個要求就是 不可以全程 無論是平路也好 還是爬坡也好 都是不可以抽車的 就算有多想抽車都好 都只可以限制自己坐著踩 當然除了控制速度 又或者像Chris 不可以抽車之外 其實還可以訂立一些 其他不同的要求 又或者目標 例如說你那輛車 專門是加重駕車 兩支水 裝爆了 兩支水 然後又加一些不知什麼 在車上 加重駕車 然後去爬坡 這樣 增加一個成功感 當你成功可以連續踩到幾轉 成功登頂 就會有一個成功感滿足感 不單止是這樣 這樣其實都是 真的在操車 明顯是加重駕車去爬坡 將會把駕車減輕一點 就會發覺爬坡不單止快了 會輕鬆很多 好啦 已經看到Chris 是完成了五轉 現在是第六轉 嘩 好像無限輪迴一樣 踩完一轉又踩一轉 第五個圈之後 就沒有訂立什麼要求 自由發揮 喜歡想怎樣踩就怎樣踩 包括買 如果想抽車的話 可以直接大力抽上去 不過就有少少的阻礙 有個中途就停一停了腳 就是補機 因為Chris 表示突然沒有曬電 所以踩完第六轉之後 就停一停了腳 停完腳之後 就繼續踩第七轉 踩完第七轉之後 就沒有第八轉 這一天就踩了七轉 Chris覺得今天踩七轉就夠了 如果踩到第八轉 就開始不是在操車 是在傷自己 所以都要因應當日身體的能力 究竟應不應付到這麼多轉 應付不到 就可以降低一點點的需求 要求 令自己踩上來 可以舒服得來 又真的操到車 大概就是這樣 今天就分享了Chris 平時會怎樣踩單車 怎樣操車 每一個人的修煉方式 都可以很不同 不知道各位又怎樣操車 怎樣練車 今天都差不多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那我們又下條片 有機會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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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